我万万没想到 小酥肉多加这一步居然这么好吃 外丝里香 放凉了也不回软 切好的里脊肉加料九生抽 盐和胡椒粉 抓匀腌制十分钟 碗里加西兰花 一个笨鸡蛋 一袋小酥肉专用粉 一勺清水 一勺食用油 搅拌成酸奶状 倒入腌好的肉中 让每根肉都裹上面糊 六成油温下锅炸 装小火炸至金黄酥脆 这样炸的小酥肉比火锅垫的还好吃 在家想吃老北京炸酱面 你就像我这样做 酱香浓郁 面条劲道又好吃 油热放入两块钱肉末炒出油脂 放入葱蒜炒香 调味只需一袋炸酱面调味料 其他都不用放了 淋入水淀粉煮至粘稠 炸酱就做好了 煮熟的面条千万别过凉水 直接放入碗里 放上自己爱吃的配菜 淋上炸酱就可以开吃了 以后想吃土豆饼 你就像我这样做 外酥里嫩 太好吃了 切好的土豆丝 加火腿 葱花 盐和五香粉 一袋煎饼粉 这是酥香的关键 平底锅刷油 放入土豆丝 用铲子压平 小火翻面煎至两面微焦 这样烙的土豆饼 太香了 如果孩子不愿意吃大虾 你试试这样做 一口一个鲜香酥脆 去壳的大虾 加一个笨鸡蛋 葱姜 料酒 盐和胡椒粉 这样腌制的味道更加丰富 腌好后加一袋小酥肉粉 这才是酥脆的关键 再封上一层食用油 六成油温下锅 中小火炸至金黄酥脆 这样炸的大虾 外酥里嫩 太好吃了 做了50年的红烧肉 告诉大家 想要好吃不腻 五花肉边炒出油脂是关键 倒入砂锅中 放姜片 干辣椒 香叶 一包红烧料 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拌瓶啤酒去新增香软化肉质 加适量清水扣盖煮50分钟 最后放点辅助大火收汁 这样做的红烧肉 肥而不腻 入口即化 喜欢你也做起来吧 鸡翅你不要总是可乐了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吃过 外酥里嫩 放凉也不回软 切好的鸡翅加姜蒜 洋葱丁 一勺料酒 生抽 蚝油 盐胡椒粉 抓拌均匀腌制10分钟 再把上面的渣渣去掉 打入两个我下的蛋 一包小酥肉专用粉 这个才是酥脆的关键 6成油温下锅 中小火炸5-6分钟即可 简单美味 喜欢的赶紧安排